激光伴雷作为T零级投掷物,本期北文就分享几个爆破模式超实用的买雷阴间点位。 庄园这个地图路线四通八达,一步流神敌人就绕后了,第一个买雷点在大藏的门后,注意这里的伴雷一定要放在门后一点。 像我这样竖着放就行,只要从那个门出来的敌人都是闭彩的,而且摆饰不爽,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没了。 第二个买雷点在车库楼梯口,这里伴雷要横着放尽量贴着地面,几乎从B点来的敌人都会走着里绕后,就算前期没人踩后期也会有人踩的,谁也不敢保证意外和伴雷哪个先来。 第三个点位在A包的门后左右两边,伴雷同样是贴地横着放,这种伴雷在没下包前定重率是非常的高,无论进攻方还是防守方都可以埋。 这不就来人头了吗? 第四个点位防守方可以开局在这里埋一个,这个点位属于后期伴雷,大部分踩中的敌人都是在后期,因为这个地图的特殊性,这几个埋雷点位命中率都非常高,强烈推荐大家带两个伴雷。 最后讲一下滨海九镇的后期埋雷点位,作为进攻方前期先不要埋雷,清理完地点敌人并成功下包后,我们再在酒窖通道里的这个方向横着贴地埋雷,因为时间原因敌人没办法挨个搜点,别看放得这么明显命中率却高到离谱,即使敌人发现伴雷并打掉,也会瞬间暴露他的位置,这就是后期伴雷的恶心之处。 所以,你学废了吗?